為新學期開學做準備 嘉義市中小學校長共生養二十五學期間 由市長民會慶祖主持 嘉義市公立國中小學校長和校長校長共同參與 針對核武發展、核武在世 和未來核武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進行博客交流 透過民主面觀摩 讓雙分享共有經驗 希望能夠達成嘉義市的共有平白 進一步建立到完發展的新典款 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共生養 今年由大學國中、北方國中 臨頌國學和郵政國學資金學校 還有他們主張心來進行第十項目 當時進行意見交流 在學長也發表到 要加益教育通信的展覽 這是嘉義市第一本的創新教學展覽 現是嘉義市的教學力 嘉義市中文明會也要學長透過教學 讓他們能夠好好發展他們的能量 不是資源最多 也不是福源最大 我們是一個願意在這一個城市裡面 大家共同努力發展 而且扎根教育 而且看的是前瞻往未來去走的 所以我想我們一直說 從當初的人文第一 科技相助、精緻創新、國際視野 這是當初李副市長他來在這裡給我們的一個 真的明確的方向 在學長也特別安排市長文明會 感謝中國在地的企業 感謝英官政府好好 放在地的企業 感謝英官政府好好放入物資 修好孩子的健康安排 當時也要查到 江義市政府指定立社長文明會 跟鄉上海當天的參考資料 給各校校長 希望校長將教育團行 同時勇敢創新 教育出科量有很多影響 將原本國中小學校長會議 專行行為共產業的方式來辦理 希望將所交易之教育團隊的環境 提升反向的能量和創新的作為 讓校長回去好好後 可以創立在學校的屬性 來幾位新的作法 對著學部經營 給予這件吃麵的房間 世心新聞 我們一起給你救命喔 阿嬤 你要做什麼 阿嬤 你要做什麼 阿嬤 你要做三米茶 三米茶啊 對 阿嬤 你要做什麼 阿嬤 你要做什麼 阿嬤 你要做什麼 阿嬤 阿嬤 親愛的大朋友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玩過沙包呢 沙包不僅是孩子的玩具 更是我們童年的回憶 隨著時代的演變 童籃的變化日新月異 具有台灣特色的童籃 慢慢地被 深光炫目的玩具給取代了 傳統的童籃 慢慢失傳中 今年透过祖父母节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台湾早期 精彩的童年生活 阿公阿嬷是家庭的支持来源 他们的人生智慧跟生命的经验 是承袭家庭的传统 更是社会文化重要的资产 有些人很幸运 可以跟阿公阿嬷生活在一起 有些人因为疫情或者种种的因素 跟阿公阿嬷相隔两地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 为了庆祝祖父母节活动 家义是将活动的主题定为 幸福感恩家乡亲 祖孙同乐一家人 它是代表着传承还有感恩 并且透过后再同万沙包 来促进世代的交流融合 相互传递着家庭成员间 彼此的情感 以延续孝亲尊长 敬老尊贤的传统价值 想着阿公阿嬷年轻时候 辛苦养育着我们的爸爸妈妈 而现在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有妈市长要趁着这个时候 和孩子们一起向阿公阿嬷 来表达我们的感谢 并祝福阿公阿嬷大家 老九 老走 惊惊urunurun 满民春风 秋海海 祝大家祝父母節快樂